这个是VR火锅一体桌 这个是圆形的 这个是三层钢的 火锅 这个是 可以投稿的 这个是三层钢的 火锅非常漂亮 这个是圆板桌面 黑色铁角 带这个框架桌框架了 这圆板桌面 然后这个是 进化系的开挂 这个进化系的开挂 这个是电池部的开挂 电池部的开挂 然后这个是电源中的开挂 这个是电源中的开挂 然后这个线 所以要把它连起来 这些开挂 把锅固定好 然后这个是一层钢 一层钢的话就是 常规的话我们是从这边留电源线 我们常规的话是从这个侧面这边留一个1.5米的电源线 你可以插到墙壁换地上的 然后呢 如果你不是 如果是从地 如果是从地上出电源线的话 就 这边有一个 一个孔 如果从地上穿电线的话就从这里穿上来 从地上接电的话就穿上来 可以接到我这个空开这里 可以接到这里 这是有两种接电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留这个电线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从地上留一个电线穿上来接到我的空开 这个是活性碳计划系的 底下一层是活性碳有12块 5公分厚的活性碳 然后这里面还有两层内网 还有两层内网 这些内网的话大概一个多月就拿出来 倾斜一下 清洗一次 用自来水把它冲干净 然后吹干把它放回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活性碳的话大概半年左右更换一次 然后 灯灌的非常方便 这个一体化的 现在是没有开进化器的 现在看到一眼 再往上报 现在是没有开进化器的 一眼往上报 然后我们现在开一下进化器 这个进化器有这么多开关 一般是按了进化 然后这边有个档位 半档中档快档 可以选档位的 现在开一下进化 然后再开一下半档 开一下半档 这进化器已经工作了 然后就把烟给冲下去了 现在半档可以把烟冲下去了 然后这边如果烟很大的话 你可以选中档 太档 这样都可以 然后就基本上把这些烟冲净干净了 这是一个烟版桌面的 不一样火锅液体桌 这个是烟冲 这个功率达到3300瓦 这个电池炉的功率是3000瓦 然后进化器的功率是300瓦 就是总功率是3300瓦 120瓦 的 200瓦 100瓦